就是正式離婚 她連離婚都沒講 跟她無關了 就表示這段婚姻結束 六年耶 女人最青春的歲月 其實都在這個婚姻上 沒有誰對誰錯 也許她們擁有一段美好的過去 只是你還是覺得還滿可惜的啦 是 對不對 從命理的角度來請教美人老師 老師 什麼樣姓名筆劃的女人 她即便離婚之後 她仍然可以再出發 她開展自己新的人生 其實經濟比較獨立的人 個性比較獨立的人 即使離了婚 她還是能夠再展開她的人生 我們看看有哪一些人 就是不管你哪一個格局 對到的都算 我們看看哪一些人 就是哪怕離婚之後 都不怕她的經濟是不好的 這個有9話16話19話 21 23 25 36 39 41 43 47 剛在講的時候我看了 邱其文她就是有兩個25 其實有這些筆劃的女人 她都比較能夠獨立 就是她可以獨立生活 她可以獨立去做她自己的事情 所以哪怕有的人是因為 她比較早結婚 所以她不知道她的經濟能力 她的求生本能是很強 但是當一旦她如果真的婚姻保不住的時候 離婚的時候 她就特別的容易自己很快的再站起來 有一些人 女人離了婚 她是沒有辦法獨立工作的 她經濟也不獨立 經濟不獨立 她會過得更慘的 但是這些女人 很多女人是因為她離婚之後 她的事業做得更好 她那個時候才知道說 她因為她為了孩子 要讓孩子過得更好 她為了要讓她的前夫知道 她其實是有能力的 她離婚之後她會把她本能展現出來 那她這個有的就會去做保險 做直銷 或者是她去學一門功夫 譬如說我很會做蛋糕 我就到網路上 我把我的事業開展了一片田 所以這個通常 她的獨立性比較強的人 她在婚後 哪怕是失婚了 她的經濟面都會 以後都會做得更好 那這種尤其有小孩的時候 她為了要讓小孩子過得更好的時候 或者是要爭取小孩子的撫養權 有的女人她是在婚姻裡面 她是沒有 她是沒有經濟能力 所以她爭取不到那個撫養權 她為了要爭取撫養權的時候 她就會更去拚她的經濟 所以很多女人在失婚之後 她在她事業上闖出一片田的相當的多 那另外我們看這種 這種就是說 她哪怕她失婚之後 她也不用擔心 她沒有對象 像這些呢 她失婚之後要她再嫁 第二次她可能會很害怕 她寧願我自己賺錢養伯我自己的 因為我有能力的 但是這一些 等一下對到的人呢 她是婚後呢 她可能一段時間 她會在嫁的 我們看看有哪一些的 有勇氣在嫁的 這個就是不管哪一格有18話 22話 28 29 31 38 40 48 尤其有22 28 29 38 40 我名字怎麼改得這麼好 哎唷 美妮老師跟她改 這樣就沒有 對啊 這個 不是這個碗 對 這等著準備喝妳的喜酒 有 等了八年了還在等 妳要連辦三天 好 來 老師繼續 有這些筆劃的人 她天生桃花會比較重 我們改過的名字的時候也是 人緣會特別的好 當妳人緣特別好 桃花重的時候 就容易再有對象出現 那當妳有對象出現的時候 如果妳的筆劃數字裡面 有這些的時候 她會覺得說我會害怕 因為她自己的能力強 能力強的時候就會害怕再混 但是這些的人呢 她會有桃花重的時候呢 她就會覺得說 我如果工作很累的時候 我寧願再找一個 可以讓我依靠的 但妳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妳才能夠再加出去 但是如果妳完全沒有 這個念頭的時候 妳還要再找到 第二個次婚姻 是會比較難的 所以我們女生如果說 我們改的名字 我會建議盡量 還是帶一點桃花好 因為妳現在在年輕的時候 妳可以工作 但是譬如說 妳慢慢慢慢 步入中年的時候 那時候總是需要有一個伴的 所以我們桃花 我們改過的名字 最好還是帶有一點桃花 那妳的晚年呢 妳的婚姻會比較幸福 就不怕是沒有對象的 如果你念頭裡面 妳的名字裡面 全部都是比較陽剛之樹的話 那妳晚年要找到對象 就會比較難 所以當妳心裡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妳就很容易在 當男孩子追求妳的時候 妳就很容易再找到一段 幸福美買的婚姻 那我 像文婉給妳改這個 因為妳的褲裡面有十五花 所以妳在經濟面 妳會考慮到說 我在找的男生 他一定要有穩定的工作的 就不會在像我年輕的時候 我要找到是一個 我喜歡就好 或是妳是一個有才華的男人就好 所以我們要有 就是我們 我們以後要找到好的桃花 也要有好的智慧 那像文婉這個有十五花 我又給妳有地格 就是妳有房地產的運了 然後妳再敲對象 妳現在在房地產上面 妳會比較會理財了 然後妳再挑對象的時候 妳也會比較考慮到 她的經濟面 這種桃花進來是會比較好的 就是說我們的姓名裡面 它有很多的層次在 妳這個桃花進來的時候 妳找到的 妳以後妳再找到的對象 一定會幸福美滿 我的名字是老師改的 是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等著喝了十九 來… 講到嫁入大戶人家 一關…關卡在那邊 李玲姐說有一位女明星 嫁進去之後 好不容易嫁進去 結果很辛苦 對 大家不要想說 嫁入豪門… 真的進入豪門之後才發現 一進入好像深四海 那很多人想說 嫁入豪門之後就 井一玉石 然後風一俗石 每天吃香喝啦 其實不然 這女明星沒有很好的學歷 沒有非常好的家世背景 但是呢 也有機會終於嫁入豪門 那時候她嫁進去的時候 好多人好羨慕喔 那這女明星當然嫁入豪門 自己條件也要不錯 長得非常漂亮 皮膚吹彈可破 那嫁進去之後 因為先生是富二代 那富二代的意思就是 你必須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因為公公婆婆畢竟是 第一代的這個老人家 好 住進去之後呢 這女明星在之前呢 在單身的時候 自己拍戲 自己賺錢 自己花 每天睡到日上山竿起來 然後愛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不拍戲的時候 跟女朋友去卡拉OK唱唱歌 KTV去K個歌 喝個小酒 對不起 你一嫁到富豪之家之後 什麼都不是 什麼都不行 她說 剛嫁進去的時候呢 那時候還沒有小孩子的時候呢 每天早上起來 要先去跟婆婆公公問安 然後呢 早上要起來 陪老人家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呢 然後中午你就要看看 婆婆要做什麼 跟婆婆聊聊天 然後中午呢 再吃午飯 下午 會打石壺吧 對 然後呢 下午呢 你要看看家裡需要什麼事情 在那邊跟婆婆去逛逛街 做做頭髮 晚上等先生回來 然後在那邊就是跟先生 一起去交際應酬 陪先生應酬 剛開始還好 但是呢 慢慢發現不對勁了 為什麼 因為她每天早上 有時候我是在不想這麼早起來 但是我硬了頭皮 我就是要起來吃早餐 吃早餐不打緊 我還要衣着整齊 再加上穿套裝才行 好累 對 然後呢 到中午之後呢 等到晚上老公回來之後 老公有時常常不回來 那可以跟就跟 不能跟 你就要乖乖待在家裡 陪婆婆看電視 那老人家在旁邊的時候 要看世間情嗎 對 沒有自己的人生 完全沒有 然後呢 家裡 娘家的人 哥哥也好 這個爸爸也好 要打電話來相約見面 要經過婆婆的同意 要掛號 先預約 OK 確定那天家裡沒事情 你才可以請你的娘家人過來 不是說我想出去又出去 沒有 電話所有過濾 全部管家先幫你接 你不能自己接電話 她就已經快不行 快崩潰 嚴格到這樣 真的 就跟韓劇那個火花 真的 她跟我講說真的差不多 然後 好不容易好吧 我在家裡我放鬆一下好了 我可不可以偶爾唱唱 唱後的聲聲 唱一段母路 聽一下這個CD可以吧 對不起 不行 家裡不准聽這種通俗音樂 你只能聽歌劇 你只能聽交響樂 普典樂 對 然後你只會過去什麼 然後跟姐妹她唱歌 喝酒 那時通通已經乘風往事了 他不容易大的肚子 懷孕 懷孕之後小孩子生下來 你以為請保姆 我就沒事 抱歉 沒那麼好的事情 請保姆歸請保姆 但是你自己還是要帶小孩 你記得還有什麼 就是小孩子晚上要跟你睡 起床 你不能吵老公 因為老公第二天要上班 很忙 所以小孩子每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餵一次奶 你要自己起來餵 請餵 那老公去哪裡回來 不得過問 那她那時候就開始懷疑 老公好像在外面有小三 小四 有女朋友 就跟婆婆訴苦 婆婆跟公公講說 那是你們家的事 你們自己處理就好 我們老公沒辦法 因為他們打官 自己的外面就有三十四千 自己都來不及處理 哪有管到你的事情 你自己想辦法就好 好 然後呢 你一心想說好吧 我過這樣的日子 我對我自己好一點點可以吧 我去買幾個香奈兒衣服來穿穿 買幾個包來拎 我知道老公沒錢 因為老公也是跟公公婆婆要薪水的 我買回家之後 婆婆就冷眼看一看 你有必要這麼浪費嗎 我用我自己的錢去買 然後婆婆還要講話 你有必要這樣嗎 好 那好不容易有時候婆婆講說 好 我就帶你出去散散心透透氣好了 跟著去 然後婆婆講 好吧 我這邊有一個用過的二手名牌包 還算滿新的就送給你好了 你今天就帶著這個包包跟我一起出去好了 就過著這樣子的日子 所以她跟我講說 她到後來真的再也受不了 因為她每天就像是關在一個 這個非常漂亮鳥籠裡面的金絲雀一樣 外面的人看她 哇 你這麼好 對不起 行動一點都不自由 那目前呢 目前後來就離婚了 為什麼 因為她發現她老公真的是外面有女朋友 夜不歸營 那跟公公婆婆講 投訴無門 公公婆婆完全不管 所以她再也受不了 然後就離婚了 離婚之後就自己帶著小孩住 小孩住好不容易 事隔多年 透過好朋友演藝圈另外女明星的介紹 又嫁入了一個富豪之家 她想說 過去有公公婆婆對不對 那個壓力太大 我現在找一個個體戶 自己自己創業出來的 我總可以不用每天那麼早起 我可以睡到自然心 我可以愛幹嘛就幹嘛對不對 對不起 嫁進去之後才發現 第一個 老公沒有她想像中那麼有錢 好衰喔 好衰 第二個 老公追求她的時候 每天奪命連環 管街管送 餐每天晚上盡量 騰出時間來陪她吃晚飯 結了婚以後 發現老公都不是這個樣子了 完全跟追求她的時候 是兩個樣子 第一個 每天回到家裡三天半夜回 回來就洗澡睡覺 在他們就關在房間裡面 在他們就坐在電視機前面 遙控器按來按去的 就當沙發馬鈴鼠 他想說 那我們才新婚不久 你怎麼就會有這個態度 然後老公竟然 還跟她講說 我告訴你喔 那你當初跟你前夫離婚的時候 你前夫是有跟你善養費的 但是我跟你在一起的話 我跟你講我是不可能 跟你任何一毛錢的 那就算這個女明星 娘家要用錢 跟這個第二任的 有錢老公開口 老公也是不理不睬 所以最後 他覺得我這樣每天生活 在冰宮裡面 這老公追求我的時候 熱情如火 結了婚以後冷落冰霜 所以他也受不了 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結束了這一年不到的婚姻 然後最後人才兩空 為什麼 一毛錢好處都沒撈到 然後因為他再婚 所以他第一任照顧 贊養費也沒有了 所以他現在只好自己帶著小孩 自己繼續出來拍戲 所以他說 不要想你會嫁入婚姻 這麼好 環環都喜歡吧 好慘喔 來來來 我們就請瑞光老師幫大家分析 什麼樣星座的女人 是屬於那種自主性比較強的 她真的不喜歡也沒辦法 那種受拘束的人 被約束 OK 好 看你的太陽星座 上升星座 水星星座跟火星星座 水星星座就是你思考的方式 講話的方式 火星星座 就是看你有沒有喜歡爬爬燥 然後不喜歡被關在家裡 當金石雀的 那如果待會你上榜了一樣 上一顆60分 上兩顆70分 上三顆80分 上四顆你就90分了 OK 我們從第三名開始來揭曉好了 第三名呢 如果你的太陽上升水星跟火星 你是落在雙子座的話 雙子座的人是超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不願意被壓抑 不願意被扭曲 其實雙子座的女孩子 真的非常聰明 看很多書 看很多雜誌 看電視 然後很有自己的想法 你至少有自己一套 她的思考的邏輯 小時候當爸爸媽媽 要強迫她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她就問我說 你要叫我做這件事 你說服我啊 理由是什麼 為什麼 小時候雙子座就很喜歡問 為什麼 等到她成年之後 她進入職場之後呢 她在她的工作職場 可能呢 也叱咤風雲啊 工作做得非常好啊 可是回到這個婆家之後呢 如果啊真的 還要面對這個啊 比她沒有知識 又比她沒有常識的公公婆婆 然後要跟她們談一些 她自己都沒有去的話題啊 比方說被約束啊 都不能出去 那雙子座的人就會覺得很無聊 雙子座這輩子最不能夠忍受的呢 就是比她自己沒有知識 又沒有常識的人管束 好 她沒有辦法 還有 再加上她的老公呢 如果不喜歡看書啊 然後思想上面都沒有交集啊 她講話也講不來啊 然後在婆家跟公公婆婆也聊不來啊 然後你不管要講什麼的時候 人家都會用你根本就是很不屑的那種觀點來打壓你 然後你又不能夠跟她變的時候 她一直非常幸福喔 結婚呢有一個小孩跟婆婆住在一起 然後老公賺錢給她花她都不用工作 可是她說她非常非常的不開心 為什麼在催眠的過程當中呢 就看到她拉著那個行李箱 在那個國際機場 然後呢一直講 Excuse me Excuse me Excuse me 然後呢就這樣跑來跑去 其實她就是很喜歡趴趴走的那種感覺 她說她最大的願望就是 想要把婚禮一禮 把小孩放著 把這個婆婆丟著 然後就到國外去念書去了 欸 她連小孩子都不要了 所以射手座其實 她真的天生就有一種流浪的性格 她喜歡到很遠的地方去做一些事 所以呢射手座的女生 如果在你的人生的流浪的大夢 還沒有完成之前 你輕易的走入婚姻的時候 你在婚姻裡面 你就會非常非常的待不住 OK 那再來呢 我們看第一名呢 如果說你是水瓶座的話 水瓶座呢是獨立自主 最怕被掌控 水瓶座的女生呢 是最不能夠接受 這種男尊女卑 就是一樣都在工作 為什麼女人回家就要洗衣服 然後要帶小孩 要打掃這種事 水瓶座沒有辦法接受這種事 那如果呢家私也就算了 禮拜六 禮拜天 我還要去應付公公婆婆 把我整個人綁到我都透不過氣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水瓶座想要離開這段婚姻的時候 對 水瓶座其實都有一種叛逆的性格 其實水瓶座很不能夠被命令 包括就是說你幫我拿那杯水來的時候 水瓶座就跟你講 為什麼要我幫你拿 你沒有腳嗎 你沒有手嗎 你不能自己拿嗎 好想哭他一巴掌 水瓶座就是這樣 水瓶座天生就是有一種 他也太不怕講難聽話 不會 水瓶座有時候講出來的話就很冰冷 有時候就很難聽 真不好相處 但是你說他不好相處是 只要你不要煩他 他就不會煩你 可是對他來講 像我們這種都很假 所以水瓶座只要你給他空間 就是你不要干涉他太多 不要叫他可以做這個 不能做這個 然後不要說你上班之後 譬如說你生小孩之後 你就要留在家裡 不要強迫他說 你一定要回去跟公公婆婆 怎樣怎樣怎樣的 水瓶座就會跟你相安無事 但是你如果要強迫他 即點回家 週末要去跟婆婆吃飯 要陪婆婆看電視 然後陪婆婆看電視 還要穿什麼衣服 我跟你講水瓶座就是 盤壓寬寬的準備 離家出走的時候 蠻像的 是喔 蠻像的 來 彼此要了解 先硬拐馬上回來 來… 所以講到這個女藝人 要嫁入豪門或者是談感情 我覺得最怕曝光 尤其媒體都見不得人家好 真的 所以大家都要盡量 有體 都是盡量扛起來扛起來 都不讓你們知道 然後也不讓狗仔知道對不對 真的 問題是 還是大家都知道 還是會知道 而且… 而且… 心裡唯一出來 是說那個口中都不一樣 有些是因為什麼 因為怕說富豪之家 就是怕你高調嘛 高調就容易見光死 所以大家暗暗地談就好了 可是有一種是什麼 因為富豪 你有家庭啊 你不能講啊 怎麼好意思說出來 當然要… 完全要密不透風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女藝人 我先形容一下 她當時出道的時候 老實講 她幾乎沒有所謂的辨識度 常常要講說 她是誰啊 或者你是誰啊 這種的 後來這幾年來 近年來先講就是說 她變得滿有質感的喔 先說她站出來的感覺有… 我… 我個人覺得啦 滿有貴婦相的 然後呢 質感也提升了 那先講就是說 這個女孩子讓我先注意到她 我剛講已經說沒有辨識度了嘛 我第一次開始 Focus她的原因是 因為有一個很有名的主持人 她問了我一句話之後 我就開始注意她了 那這個主持人呢 她就… 有一次我就上她的節目 她就問我說 我問你知不知道某某某 就提了那個女星的名字這樣子 我說某某某喔 我說我當然知道 因為我是跑… 是新聞記者嘛 我說我當然知道 那…怎麼了 她說那你知道她在做什麼 她在做什麼的 我說做什麼的 她一直就是說 她是有什麼拍戲啊 她是廣告 她的過品是什麼 那我是很直白的把她 那時候問我的話 我就跟大家講這樣 我就說做什麼 老實講 我那時候想了很久 我想不起來 我說那某某大哥 你為什麼這樣問這樣子 她說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 演藝圈有這麼好賺錢嗎 因為我在電視上很少看到她 可是很奇怪的是 我看到她的行頭 比方說名牌包 比方說名牌的首飾 名牌的套裝 最主要是她開了一台 連我都買不起 我覺得她是客氣 那個主持人是客氣 連我可能她都下不了手買的一個 賓士的豪華的轎車 她說因為她在電視台門口遇到了 她就一直想說 這個女藝人是誰 然後 那個從豪華就要走下來 這台車 不夠錢 好啦 那搞了她就說 然後我就說 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做什麼的 好了 之後她就只回答我 她說 那我大概知道了 好 她這句話就讓我非常耐人尋味 然後我就開始 我就剛剛提到我剛剛 我就接到剛剛我提的 我就對她有興趣了 好啦 後來因為世界是很小的 地球是圓的 那總會都在一起這樣子 後來再一次 就是跟幾個大老闆吃飯的時候 輾轉就聽到了她的名字 又出來了 我就說 怎麼了 那這個女藝人 她的狀態這樣 她就說 這個女藝人 其實跟一個富豪 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 很match的這樣子 那怎麼認識的呢 據說 這個 先講這個富豪大概60幾歲 今年已經60好幾 然後她在很多傳產 甚至是建築業裡面 其實是非常有地位的這樣子 好 那那次見面之後 你知道嗎 老人家最怕人家什麼 訴苦 老人家最怕什麼 美女的眼淚 其實說到那次她就講說 就在那次飯局裡面 她就跟那個老人家講說 她就說 比方說某某李董或什麼的 其實你知道嗎 就幾杯黃大下手就說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一個溫暖的 就是有殼 當一個有殼族是什麼感覺 其實我們家都是顛沛琉璃 就是可能下個月跟房東來趕 因為繳不出房租 然後好不然換一個地方又換 就是等於是 人家孟母三千 他們是好幾千 因為就家裡窮 所以我呢 然後那個董就問她說 那老董就問她說 那妳最大這樣 我最大